神圣寿宿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逾越节的第三天 我们带大家来到枯墙的前面 看到一个特别的庆典 这个庆典叫做 犹太祭司祥福礼 匠福礼 匠是下降的匠 也就是说把福分下降到 所有神的子民身上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 穿着白色的祈祷巾 口中念念有词 就算我们距离那么远 都听得非常清楚 知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亚伦的后代 他们身穿明白色的祈祷巾 口中念念有词 庄严和神秘的祈求神像 寄给以色列的百姓 这个仪式已经经过了 三千五百年的之久 都还是这样的 这样子崇敬的在进行 如果大家仔细的看的话 可以看到一些未成年的孩子 十三岁以下 他没办法独立完成这个祈祷 需要跟父亲 静静的相拥在一起 穿着白色的祈祷巾 才能完成这个 犹太祭司降福利的仪式 可以看到他们那么健称的在祷告 也让我们基督徒感觉 我们也需要向尊 这样子敬前的祷告 让神的福气能降到我们身上 那这个仪式非常的盛大 所以犹太也是非常慎重的在 非常慎重的来面对这个仪式 我们看到有人盛装出席 连犹太军方 也非常的关注 这个地方的安全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难得 有机会带大家直接的看到这个 祥用福利的身况 我是星伦 有了取生之处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 我们下一步在耶路撒冷 继续分享更多的时光给大家